一個個肉包用的可都是 百分之百台灣豬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南下屏東發送 現場也盡滿大批民眾 鐵血反萊豬公投連訴書 民眾大罵蔡政府說好的進口萊豬 用健康換國際地位 連疫苗都買不到根本增效 江啟臣也現場宣布好消息 連訴書突破二十八萬份二階段門檻 我們今天的連署已經破四十萬 但是我們希望繼續連署 完英就是被政府了解說 民眾是怎麼反對 短短二十三天反萊豬公投 連數超過四十萬份 將持續加速馬力衝破五十萬大關 但從次階段卻傳出 考試院要嚴禮修正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在上班時間 及辦公場所推動公投案 草外預計上半年完成後 送立法院審議 曾經反萊豬被查水表的醫師書尾索 質疑蔡政府刻意打壓公投連訴 分路可能會越高 蘇偉書也控訴中央侵犯公務員參政權 反萊豬公投全台遍地開花 考試院就這麼剛剛好推修法 萊豬政策趕鴨子上架引發民怨 民眾心中這把火越打壓 燒越旺 記得張春華 吳國鎮 王書宏 屏東高雄不倒